大家好,我是Bibian 洋葱是菜肴中很棒的配角 只要加了它,就会有天然的甜味 但是这个甜味会让我们血糖上升吗? 另外也有传闻说,洋葱可以降血糖 那么洋葱到底是可以生血糖还是降血糖 我们来测试一下吧 我们开始吧 测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97 蒸洋葱100克,我要开动咯 吃完咯,等一下来测仓后血糖 测仓后血糖 仓后血糖92 做一下数据分析 吃洋葱空腹血糖97 餐后一小时血糖92 差距是-5,所以血糖波动是-5 也就是血糖下降的五个单位 吃洋葱的血糖波动下降的五个单位 并不能说吃洋葱可以降血糖 和空腹喝水意思一样 空腹喝水之后一个小时 血糖一样会下降 针对血糖波动-5这个数字 只能说吃洋葱对血糖影响不明显 真的太棒了 测出来这个结果 最开心的就是我自己了 因为我很喜欢吃洋葱 但是我在开始低糖饮食之后 生怕吃洋葱会影响血糖 所以煮菜都不太敢加 如此同时也减少摄取了洋葱的优质营养 实在很可惜 虽然吃洋葱很棒 但是对于有皮肤病、胃病、眼疾、肝火旺 容易上火的人要特别谨慎 我今天吃了100克洋葱 热量40大卡 甜味十足却不生血糖 吃的安心又满足 洋葱热量不高 生糖指数低 吃完之后血糖波动小 对于控制血糖和瘦身非常有利 它会重溃我的冰箱里 最后提醒大家 好好控制血糖与热量 才能好好瘦身远离糖尿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给我一个赞 也请订阅、留言、分享 不要忘记开小铃铛哦 才不会错过我每次的分享跟留言回复 谢谢收看